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汪精卫还真的对两个人望尘而败 一个是刘雨田 一个叫张本正 此二人可是老汉姐 汪精卫还是个小牙子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安前马后 替日本人效劳 甲午战争时期 这两人正直壮年呢 一看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 烧杀抢掠打火 干得那么漂亮就演发欲过 越烈欲识 一个赶紧把荆州地图献给日军 绑住日军毫不费力地攻下荆州 一个跑去给攻打吕顺口的日军带路 为日军攻回吕顺 并图杀我两万同胞立下汉马功劳 就这一天 汪精伪就比不了万 更有甚者 这俩汉奸寿星高涨 特别能活 汉奸这生意也干得特别长 一直得心应手 从甲午战争顺顺当当干到1945 年日本战霸投降 同志们 这叫什么精神 五十年如一日 不离不弃 孝子在父母的病榻前都做不到 可惜 小日本不争气 牛逼牛逼就泄气了 导致这俩汉奸品牌也最终没能干成百年老爹 甲午战争之后 清政府惩处汉奸 这两人一看形势不妙 赶紧窜 刘宇田跑到日本的裙子底下不见天日 还在日本陆军大学里 干起了教授汉语的营生 培养了一大堆间谍 张本正生意正红火 不便远走 躲回山东老家藏起来 风声一过 两个人又都溜了出来 1906年 刘宇田到旅顺任关东都督府的高级顾问 大胆的宣传大东亚共荣 建银行 占土地 帮助日本人巧取豪夺自己同胞的财产 张本正跑出来租两艘日本轮船经营海上运输业 开了家政级轮船公司 为日军运送军需品 后来越做越大 拥有轮船32艘 雇佣日籍职员130人 中国船员1500多人 不过 二战时期 张本正帮日军运送弹药的船只 没少来盟军飞机的轰炸 有的轮船船员全部丧生 七七事变之后 这两老汉奸又是捐钱又是捐物 极力支持日军占领中国 由宇田卖掉自己家里的1200亩土地 200间房子 捐了两架直升机给日军 还特别取名为宇田豪 开办有钱庄 银行 邮房 铁工厂 摇曳 电灯公司的大财助 张本正更是出手大方 先后向日本捐献日币74万元 协助日本当局搞献飞机活动 一次与人合作捐飞机40架 还有几艘轮船 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 日本天皇一看 乖乖 还有这么牛逼的粉丝 赶紧过来让我瞧瞧 于是 两个人就很荣幸的多次得到天皇的接见 但是天皇也不是太硬气 被人扔了两颗原子弹 也不通知两位粉丝 一声就宣布JAMOVAR 搞得正瞪着眼等着日本再次雄喜的两老汉奸古西之年 不得不引名埋姓东躲喜 藏 这么着不见天日了好几年 1951年镇犯 两老头一个在天津被揪出 一个在吉林辽园被滴溜出来 结果 冒叠之年 两位干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汉奸 几乎同时被枪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